这回我们一次看七件作品 这七件有人物 有神兽 有山水 还有写实的 几乎包罗了雕刻题材的所有方向 而客户亦是对所有的美都语录均沾 我们先看这两件人物 地藏王菩萨以一块素牌来雕刻 肉质细腻 无杂无裂 再配以坐骑地厅在身边守护 而莲花观音以一块带色花的材料来设计 色花部分以翘色莲花花瓣 取干净部分设计观音主体 同时利用中间色花 做出观音首饰的圣灵 再看两件古兽的作品 一件冰底飘色花的材料 透光看 利用色花的部分做出龙穿梭的身体 白色部分做成环绕在龙身边的云 这样一件腾云架物的龙就有了 另外一件皮修 大家都知道 皮修是招财净宝的寓意 所以我们在厚厚的手镯心上 雕刻一支立铁皮修的时候 还可以再在下方做出一支晶圆宝 让我们的财力更加旺盛 再看我们最擅长的山水 用这块酷似手镯心的厚状材料 来雕刻一件立体的山水 根据色花翘色利用一下 最后是两件写实的材料 一块长条状 黄底白肉 我们把材料的黄完全地保留 白肉部分做一支支撂 而石的乐趣 瞬间就回来了 另一件同样是黄底 但是个头稍微大一点 有天然的波及的造型 于是就以这个造型为基础 设计一个五谷风灯 有南瓜 土豆 麦穗 玉米 白菜等 预示着我们的以后 都是大丰收 西剑作品火力全开 经过我们雕刻师的精雕细筑 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就满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 下面就让我们好好欣赏 成品的展示效果了 水平木製造型射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